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跟妹妹的感情戏 那这个感情戏除了是爱之外呢 那个恨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经历过的 这次在里面饰演一个少八星 那我觉得挑战上就是 我每次一进场的时候 全部人都是不喜欢我的 因为都会有事情发生 反正只要我在的日子 生活都不会很平淡 之前有份主演跨时代电视剧 《情谦男院》和《女头家》的两人 都一致认为主演跨时代电视剧的难度 其实不高 我觉得跨时代的脸出 难度不算太大 因为之前从南院 然后到南洋 然后到现在都是一些时代片 但我反而觉得说 就是在重复的时代里头 怎么去用不同的演艺方式 因为演员最怕就是重复同样的东西 重复同样的角色 因为我想在做《女头家》的时候 她是一个小动作不多的人 她一板一眼 一时一二时二 但是这一次她有很多 谢丹芳这个角色 她有很多爱恋的东西 她有很多留恋的东西 这些是我一直在想办法 在怎么样最自在的情况下 加在我的表演上面 杨燕燕在戏中的角色性格善变 常使用诡计不露声色 不知道首次饰演坚决会如何去揣摩这个角色呢 坏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 这是我想让谢丹芳完全相信的一件事 坏人做事情一定有她的理由 这些理由对她来说都是成立的 但是在别人眼里她是坏人 杨燕燕和吴天瑜这两位同门师姐妹 曾在上一届金氏奖得奖 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凭着香火这部电视剧 一起提名下一届金氏奖最佳女主角呢 看来这场竞逐也挺精彩的哦 嗨素影娱乐最life